你成佛其实就是其圆满的显现 所以叫如来藏 因此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之所以不能成 只是因为藏就覆盖在你身上的薄厚和时间 就是覆盖在你身上那个佛性上的灰的薄厚和时间问题 在大乘佛教兴盛的这个时期 小乘教派为主的布派佛教在做什么呢 一直有一个误会 以为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 小乘佛教就没了 其实不是 不光有 而且小乘佛教在人数和规模上 它实际一直要比大乘多 即使在大乘佛教的鼎盛时期 它的力量也是要弱于小乘的 只是因为小乘的宗教影响力没有大乘大了 因为在大乘阶段 你像世亲他已经做到帝师了 所以他的宗教影响力要大 以五印度来分 就是东西南北中 大乘佛教主要是在北印度和东印度强于小乘 在中印度 大乘与小乘是相当的 在南印和西印 小乘要远远强于大乘 当然 历史是谁也不会放过 布派佛教晚期和大乘佛教一样 受到了新兴的印度教的快速挤压 当伊斯兰人从西北印进攻印度的时候 大概在公元八世纪左右 就给了布派佛教以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以小乘为基础的布派佛教 他是有相对严格的僧团制度的 而且他的思想也比较保守 他的集中地呢 也在北印 中印 所以说他最先受到了破坏 很快去于小王 大乘佛教呢 就进行了变形 我们说到大乘的晚期 大乘佛教就迅速转型为了大乘密教 转移到了印度的东部 偏安的时间很长 偏安了500年 伊斯兰人 公元八世纪来 灭掉了 这个纳兰陀寺 等于大乘佛教的80%就消亡了 剩下20%就转移到了 印度的东部 500年以后 公元13世纪初 伊斯兰军队呢 就摧毁了大乘密教的 最后一个中心 超延寺 这样就宣告着佛教在印度彻底消亡 这样这个整个这个大历史的节奏是这样的 我们讲一下中晚期大乘的经典 我们已经把瑜伽形态也讲了 大乘讲了 大乘佛教 从总的分期来说 大分期是两期 就是前期的以中观为主 后期的以瑜伽形态为主 学术分期呢 是四期 早期经典 就第一期 般若类兴盛的时候的四类经典 我们讲过 净土般若 华言 法华 净土单讲 般若华言 法华 我都介绍过了 到了大乘佛教的中晚期 就是瑜伽形态成为主力的时候 大乘佛教的经书就完全变了 从早期谈空的波若类经书 就转变成了中晚期的经书 在空说的基础上呢 就第二步 我们谈过嘛 第一步是波若思想 第二步是以空室友的佛性如来藏 第三步是三性说的为师观 第四步是新性如来藏 就是在三性说基础上 把佛性如来藏改造的新性如来藏 所以说 波若类经书 它的第一步转移 就是出现了佛性如来藏经典 比如大涅槃经 如来藏经 大法古经 圣漫经 这都是在空说基础上 以空室友显示诸法实相的 叫佛性如来藏 这类经典 就是告诉我们 不是都空 成佛是必须要有基础的 这个基础 就是内在依据和可能性 因为如果都空 那你还有什么成佛基础呢 这个基础就叫佛性 也叫如来藏 而且这个佛性和如来藏 一切众生都有 我们说 在国体上 它指佛体 在众生上 它指佛性 是因 就因果一体 因此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所以说 以空是有 并非一切法 完全无有 诸法的最根本体性 即诸法实性 就是真实存在 也叫法性 法界 真如 最后呢 就是在学术四期的 大乘分期的第二期 就是佛性如来藏时期 给出了一个大等式 就是叫真如 等于法界 等于自性 清静心 等于佛性 等于如来藏 我们在佛教哲学课里讲过 佛教理论难学之处 就在于 他的同一词太多 这就是大乘佛教 学术第二分期 佛性如来藏时期 佛性如来藏时期的理论 引发了大乘思想 以及大乘修行的一大转向 在般若时期 成佛之路 在于智慧 什么意思 中空观 要通过体证空观 证得波尔波罗蜜多 然后成佛 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佛性如来藏时期 理论就转移了 已经不是中智慧 中正空观了 而要转移到 去除覆盖在佛性如来藏上的 烦恼与成垢 什么意思 你本人 人人都有佛性 只不过上面覆盖了 烦恼与成垢 在第二期 就是要把这些成垢 去除掉 显示出你本来的 佛性如来藏 因此 这也意味着 印度大乘佛教 进入了他 就印度的大乘佛教 进入了他的中期 我们说波若叫早期 佛性如来藏叫中期 佛性如来藏理论 就是这个覆盖在 佛性如来藏上污垢 这套理论 没有发展起来 虽然 佛性如来藏 有很多大经座之称 比如大涅槃经 如来藏经 圣漫经 有这些大经 做他的理论支撑 但是他没有发展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 佛性如来藏思想 他没有建立起一套 净行果系统 我们在前面讲 华言经谈到 一个学派 起来 他不光要有经 他还要造论 他还要指导 净行果 不光要有法经 还要有修行 还要有果报 要有完整的体系 其实 不论是初期大成的 般若思想 比如说大家学过 金刚经就知道 初期般若类思想 也没有给出 净行果体系 中期的 佛性如来藏思想 也没有给出 净行果体系 而且 我们在学术分析里 谈过 第一期 容易偏空 第二期 就是佛性如来藏 容易偏 凡我见 所以 到了大成的 晚期瑜伽型经典的时候 就需要来调和它 就是要用 三性说来调和它 因为 佛性如来藏思想 是没有被 为实化的 所以说 就必须把它 为实化 形成一套 完整的 净行果系统 到了中晚期的 瑜伽行教经典 就形成了 集合大成 小成思想的 这种 集大成者 出现了一批 有影响力的经书 就是他们造了一批 有影响力的经书 比如 解身秘经 阿比达摩大成经 愣家经 秘延经 佛地经 这些经呢 就是 这个 用三性说来做调和了 它把诸法石像上 它是在诸法石像上 把空与真如 通过一他起性 融合在一起了 那就是 一他起 遍际所值 原成实 通过这三性 把空与真如融合 在法观上 建立起来了 维时观 我们说 大成四期的第三期 最重要 什么呢 因为这一期 就是通过三性说 彻底改造了 大成的理论 既把早期的 般若空观 又把中期的 佛性如来藏 通过三性说 彻底调和 就是 法观上建立 维时观 缘起论上 建立了 种子现形说 道行上建立了 转一说 佛陀观上 开示了 佛身说 最终融合出了 就是把 佛性如来藏 与般若空观 融合出了 心性如来藏学说 这段听不懂 大家就记一下就行了 就是 大成佛教的第三期 学术成就 就是通过 一他起 遍际所值 原成实 这三性 融合空与真如 在法观上建立 为实 就是把 佛性如来藏 为实化 在 缘起论上 建立起来了 种子的 现形 生薰之说 道行 修行的过程里 建立起来了 转时成智的 转一说 在佛陀观上 开示出来了 佛的三身说 佛身说 最终 就有一套 完整的 学理体系 净行果 系统 全部有了 你看果报 是佛身嘛 修行 是种子 现形嘛 就是 缘起 种子 现形 道行上是 转时成智 等于 净行果 理论 全部齐了 于是 新性如来藏 学说 就完整了 但是这一套 系统 特别的 庞杂 琐碎 大家了解 这行了 这不能讲 这个讲起来 太巨大了 我们只在 中晚期的 大乘佛教 经典里 挑一批 对中国 影响 比较大的 经书 简单谈一下 就是谈一下 这些经书的概念 因为我挑了 几本经书 都是对中国 佛教是 影响很大的 比如说 我们先讲一本 属于 佛性如来藏的 大涅槃经 这个就是等于 我们在 佛教通识 前面讲过 整个中国 佛教的学界 就是立刻 就被改变了 就是这本经 叫大涅槃经 大班涅槃经 它提出来一个 特别 就是提出了 两个特别震撼的 口号 一个就是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藏 皆可成佛 一个口号 是一禅题 可以成佛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藏 皆可成佛 他的理论 就是他提的这个理论 实际就是说 佛与众生平等 佛身就可以看待成众生身 这就是内在成佛的可能性问题 那就是佛性 就是众生内在的佛体 你成佛 其实就是其圆满的显现 所以叫如来藏 佛性圆满显现了 就叫如来藏 因此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之所以不能成 只是因为 障就覆盖在你身上的薄厚和时间 就是覆盖在你身上 那个佛性上的灰 的薄厚和时间问题 这个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皆可成佛 开示的就是这套理论 是最早明确开示这套理论 众生都有佛体在 上面覆盖着灰尘 当你圆满显现 就是如来藏 第二个概念就是 这个大半涅槃经 第二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个 一禅题可以成佛的问题 所谓一禅题可以成佛呢 他就是说 不信佛法的人 断尽善根 不信报应 不亲 不亲善友 就是也没朋友这些人 是否可以成佛呢 他说可以成佛 因为在这之前啊 中国有一个僧人道声说 这个就是坏蛋也能成佛 然后大家不信 后来 哎 大半涅槃经传来了 说果然一禅题也能成佛 所以当时对中国佛教界的佛教观啊 尤其是佛性观啊 带来了震撼性的影响 这个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但是他更大的影响是在日本 就是日本佛教后来基本都在这个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我们讲到日本佛教史的时候可以再讲 这就是大半涅槃经 这是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 第二本影响比较大的叫圣漫经 圣漫经呢 是一本男女平等经 他的全名呢 叫圣漫夫人狮子吼经 他在佛性如来藏里头 思想里头占有重要地位 他跟唯摩结经的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在教化思想方面 他的性质跟唯摩结经性质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唯摩结经是要推崇在家居士菩萨的无上功德 表明在家的修行的居士和出家的僧侣 作为菩萨行者是平等的 唯摩结经要表达这个概念 要推崇这个概念 圣漫经的意义是一样的 他是在赞颂女居士菩萨的功德 就是不光是在家居士与出家僧侣的平等 圣漫经强调了男女修行者 在大乘修行中的平等性 这实际就一改 这实际就一改 佛教一直一个陋习 就是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陋习 然后呢 这是早期的两本涉及到佛性如来藏的书 就是经书 晚期影响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 还有几本新性如来藏的书 最大的呢 叫解身秘经 解身秘经呢 可以多说一点 因为它属于新性如来藏的根本经典 解身秘经是现存的 以阿赖耶什为中心 组织维持思想的唯一一部大成经典 唯一一部 所以它在瑜伽行教思想里头 乃至全体佛教思想里头 具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它的位置就像 波若学的金刚经 解身秘经就是瑜伽行教的根本经典 第一 它产发了一个三性与三无性之说 最早传出的这个瑜伽行派经典 解身秘经和阿比达摩大成经提出了三性说 这三性叫遍迹所执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 对应着解身秘经 还提出了三无性 叫寄相无性 生无性 圣义无性 就相无性 生无性 圣义无性 然后呢 三性与三无性互相融通 成立为时中道 在这个三性里头 依他起性 最重要是中枢地位 它是因缘合合之法 即缘起之法 而遍迹所执性 是对缘起法的执着所称法 缘成实性 是依他起性的平等体性 即真实体性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听懂 反正就听不懂就听一下吧 这个以后会有人专门讲这个解身秘经的 在三无性里头呢 又称三无自性 性 三无自性 性 两个性 其中遍迹所执性本无 称为相无性 依他起性 非自然有 称生无性 缘成实性 非凡夫所执之我性 称圣义无性 在三无性中 特别强调的是 缘成实性 又叫圣义性 圣义地 这个大家也听不懂 就过去吧 在解身秘经里头呢 明确众生 执着为我之体 叫阿赖耶石 阿赖耶石作为一个种子体 它相续流转 解身秘经指出 一个以阿赖耶石为中心的源起途径 凡夫就指其为常依自在的我 这不同于其他大小城部派的一个解释立场 为什么一定要讲解身秘经呢 因为解身秘经给出了大成的一个叫三十叛教的说法 什么叫三十叛教 实际就是他自己对佛教的一个学术分歧评判 当然后来这个三十叛教的说法被人利用了 就来评判教理的高下 我们前面就说过三十叛教不具有评判教理高下的能力 然后呢 所谓三十叛教 它是甲介佛陀梭所说 把大小城判为三个层次 我们这里必须要明确说 解身秘经的三十叛教是甲托佛说 对大小城判了三个层次 这不是真有的 第一层叫四地教属于小城教 其后两个层次属于大成教 就是般若教即空教 后面瑜伽行教 就是圣教 就是产伐真如的圣教 这实际呢 也包括早期佛性如来藏圣教 以及维师圣教 就它这个划分很粗糙 这个三十叛教 这三个层次 对应着佛陀圣教传出的三个阶段 所以叫三十教 这个叛教的意义呢 就是站在瑜伽行教的立场上 给全体圣教予以判设 而且 为什么说它在学术分歧上还是对的呢 因为它跟佛教的历史展现展开是一致的 通过三十叛教的这个说法呢 跟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对比 会发现它是比较清晰的 它是有学术意义的 就是我们说的 学术上的叫四期分期 第一期剥若空观 第二期佛性如来藏 第三期 这个为时 第四期心性如来藏 三十叛教也是这么干的 只是它把这个瑜伽行教后来分成两个 叫早期如来藏圣教 还有一个为时圣教 判法是一样的 所以说三十叛教具有学术意义 但是呢 假托这个叛教来自于佛陀 为什么我们要专门说呢 因为有好多同学 动辄就用三十叛教来评判佛法高低 网说佛法高下 我客观的说 这叫居心不良 新兴如来藏经典 对中国影响最大的 还不是这本解身秘经 解身秘经 它的影响大 大在提了三十叛教 对中国影响大